继续是有请后浦中文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 和我们一起讲解皇帝内经的天年 徐老师您好 您欢迎一下先 刘彤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 在上一期的时候 我们请徐老师 我们讲到了三魂七魄 在广东的俗语里面 就是说三魂不准刹破 就是说三魂和七魄 是一般的人也都知道的一个东西 但是是哪三魂呢 上一期我们讲到两魂 一个是胎光 一个是爽灵 就是魂 有三个层次 胎光爽灵 今天讲第三个层次 回顾一下 胎光是你的生命之光 对 它是你的我们叫原神 它没了人就没了 爽灵呢 决定了你这种 机灵程度 机灵程度 或者说人的智力 或者是那个慧力 我们经常说这人有没有慧根 对 爽灵决定的 这也有他的传承 所以很多的父母就会问一个问题了 说现在搞那个小孩子的智力开发 是吧 那中医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把这个小孩子这个爽灵给他增强的呢 首先就是我们把外界因素影响到他 伤到他的这个因素给他清除掉 就是说磨砖成不了劲 你本来就不是那块料 我们吃这个抑制人 吃那个什么东西 最后把它闹得机灵了 不大可能 他有他的天性 而且我们从小应该就是对孩子是什么 观察其天性 顺应其天性 为他设计一个人生的道路 而不是说从小就 你人为的就要把它闹成什么样 我看到现在很多给孩子瞎吃 把孩子反而吃坏了的 教育以人为本 教育以人为本 这就是爽灵 第三个 叫幽精 哪个精 精气神的精 幽暗的幽 幽精 幽精 你听见名字什么感觉 觉得很飘渺 取境通幽处 残防花木深 不清楚 是吧 阴暗的 毁暗的 潜藏的 这其实是决定了一个人的什么 潜意思 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这个意思 性取向 哦 是吗 性爱 决定了你爱什么样的人 嗯 啊 决定你会对什么样的人一见倾心 决定人的生育能力 啊 决定人的性的取向 性的癖好 嗯 啊 我们看到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种性的变态行为 嗯 会从这来 弗里头说这个东西跟童年的某一些的压抑有关 那是他的 观念 我们认为 这些都是终身不变的 什么叫神 嗯 啊 这叫什么叫心 这是天赋的东西 终身不会变 我们讲的那个意识 或者叫mind 嗯 这是出生以后你怎么教育他 还有人说 哎 有些人是小时候把男孩当女孩养 把他变成了那种性取向改变的 嗯 那只是一小部分 他激发出来 哎 他是被 可能他那个幽精就属于墙头草 嗯 可于这边不是也有双性 对 是吧 这是被诱到 有些人就是固定不变 所以到家看这个事很达观 嗯 叫什么 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你先发现他什么天性 然后您是那样的 您就去做那样的事情 就完了 我看到很很很很不自然的事 很做作很人为的事 就想改变自然 就愣想把人给转回来 把人看成一个精神病 要给人治 怎么治啊 就是当你一有这种性冲动的时候 你就弄个猴皮筋放在这 谈自个儿 真的 嗯 就是让你产生就好像巴布洛夫 那个条件反射 我一想起这个我就疼 一疼他就不想 这就是人定胜天 现在我觉得整体上来说 大家也比较开放了 就比较开明了 就是说承认它是一个客观现实 各从其愿 对不对 对 而且那些人都是 幽精 偏那边人 爽灵都特发达 你们发现 到家也发现这样 是不是 到家 我 到家的其中一个 我发现了 你有些病人 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 所以呢 就是医生来讲这个事情 显得特别的 具有这个客观性 因为他有这个 日常的这个 经验积累 Case Case 是吧 一个个案 这个 当然我们以后尽量少做散装英语 就是说 刚才说的这个 三魂 那还有个七魄 我们上一次节目 也特别讲到 魂和魄呢 不一样 魂呢 主的是 就是说神回到来之后呢 高级的 对 这个魂呢 按到家的观点 你就是在 静坐内观的时候 你能 体会到他 他是穿着 红色的 或者灼 红色衣冠的三个小人 在哪呢 在这儿 红色的 红色的 所以我们 好多人碰到一些 不安全感的时候 陌生人 他本能是这样 对 是吧 对 碰到自己信赖的 亲爱的人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这是魂 下面我们再 介绍一下 七魄 对 七魄 七魄呢 就我说了 他层次要比 红要低 七魄明显的 带有一些 动物的 残留信息 这从他 七魄的名字 你也能看出来 有的叫 浮狮 有的叫 狮狗 像狗一样 而且他的 这个七魄的 颜色是黑色的 那到底 七魄是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呢 从道家 中国道家 或者皇帝内经的 这个讲述里面 他又是如何演绎的呢 稍使休息 继续回来到 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台媒 辅佐中国文化 发扬光大的 国际堂